身心寂寞的流寻寡妇 从网上订购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小鲜肉 对方不仅不嫌弃她的年龄 还提供了一套贴身服务 女人名叫南希 就在小鲜肉到来之前 她就紧张地坐立不安 总觉得这样坐有被人论 但想要改变现状 她又不得不强迫自己接受 她站在镜子前整理着自己的着装 但是看着自己人老珠黄的模样 内心又不自信起来 可就在此时 门铃声响起 大开门的一瞬间 南希再也不淡定了 她惊讶于李奥的颜值 她看起来非常的阳光帅气 根本不像干这一行的人 相较于南希的紧张 李奥却显得非常的热情 上来就给了南希一个吻 这让南希有些不知所措 而李奥也看出了她的紧张 于是便提议先小酌一杯 这个方法很有效 南希在喝完酒后内心也放松了不少 李奥则顺势跟她拉起了家长 从谈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南希总会因为自己的年龄而不自信 也总是担心自己太过苍老而令李奥失望 但李奥并没有嫌弃她的意思 还安慰南希在她曾经服务的对象中 年纪最大的一位是82岁的老太太 南希听闻这才稍稍放松了一些 随后她也向李奥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南希曾是一名中学教师 每天都寻规刀具 按部就班地生活着 就连和丈夫的夫妻生活都寡淡无味 每次为了迎合她 还要假装自己很快乐 就在两年前 丈夫突然去世 她的生活也如一潭丝水般沉寂了 后来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种压抑的生活让她无比窒息 于是她便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现状 也想要在垂暮之念 感受一下新的刺激 但现在她总觉得自己对不起一顾的丈夫 也始终放不下自己骨子里的那份清高 即使她打电话约见了李奥 但她却始终跨不出下一步 甚至还觉得是自己残害了年轻人 可李奥并不这么觉得 她的职责就是让每位顾客都能满意 对于南希的想法她觉得完全没必要 接下来的事情可以完全交给她 而南希只需要放轻松就可以 随后李奥便直入主题 在她的一步步引导下 南希不由自主地淹了一下口水 但她还是打断了李奥接下来的动作 她慌张地想要去换一件衣服 仓促地躲进卫生间 在里面坐了足足十分钟 在多次的心理建设下 最终她也只能迎着头皮换上了那件性感的睡衣 只是她又在外面披了一件外套 等她出来时才发现李奥已经做好了准备 她浑身散发着荷尔蒙的气息 这也让南希再次紧张起来 而为了也是尴尬 她还故意只走了李奥 独自坐在床上 对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 她始终冲破不了自己内心的防线 或许她不应这样做 更不应该约李奥来 于是她匆匆结束了这场约会 支付好费用变轻李奥离开了 但是很快她又再次约了李奥 这次的见面两人又上演了不同的故事 60岁女教师说出这句话 让20岁年轻小伙内心泛起丝丝涟漪 其实这不只是困扰南希一个人的问题 在李奥曾经服务过的众多客户中 有很多像南希一样的人 他们大多被礼仪规矩压了多年 甚至都没有好好地体验过极致的快乐 约见李奥 大概是南希这辈子做过的最乐举的事 只是第一次约会 她始终迈不过去自己心中的那道坎 目的没有达成便让李奥离开了 但李奥的出现明显让南希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她也不想放弃 于是又再次跃见了李奥 还是在相同的房间 相同的场景 这次的相见 南希少了份紧张 多了份期待 她像老朋友一样邀请李奥进门 然后开门见山的说自己列了一份清单 这是近几十年来 所有自己一直想做却又不敢做的事 她希望李奥能帮助自己一一实现 李奥看着这份清单有些哭笑不得 随即便扔掉了她 李奥告诉南希 约会是很放松的事情 她希望南希能够享受其中 而不是像完成任务一样 孟娜地接受 为了缓解她的情绪 李奥播放了一段轻松的音乐 两人跟随着节奏 慢慢地舞动着自己的身体 南希也随之渐入佳境 然而就在这时 南希的手机响起 打断了两人的性质 这是女儿打来的 她慌忙地躲进卫生间 生怕女儿会发现李奥的存在 等到再出来时 她又恢复了上次焦虑的状态 这么多年 孩子们有任何事情都习惯找她 作为一个母亲 她这一辈子都在为丈夫和子女而活 她几需要释放出这些压力 只是她也不清楚 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李奥看出她的焦虑 并没有急于打断她 而是摸摸上前帮她按摩 此时气氛恰到好处 南希欣赏着李奥健硕的身躯 内心第一次有了心动的感觉 但很快她又不自觉地 陷入了焦虑之中 她看着镜子里那松弛的身材 觉得自己根本配不上李奥 更不应该约李奥来 一次次地退缩 李奥非但没有厌烦 还耐心地劝解南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 她之所以要努力健身 保持身材 就是为了要迎合大众的喜欢 为了能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性 所以现在才有机会站在这里 她希望南希只要享受就好 没必要有负罪心理 也不要有羞耻感 这只是她的工作而已 客户心情愉悦才是对她工作的肯定 在李奥循序渐进的安慰下 南希也逐渐地放松下来 这次她也终于有了突破 完成了清单上的第一项 有了这一次的体验 南希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很快他们就有了第三次的约会 在李奥的帮助下 南希终于放下了心中的芥蒂 整个人也变得容光焕发 而为了和李奥更进一步 南希调查了李奥的真实身份 这也彻底激怒了李奥 这个老年女教师躺在床上一脸享受 还时不时楼出少女的娇羞 而这全得已于小鲜肉的力量 在第二次约会时 南希终于放下了心中的芥蒂 和李奥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而且在李奥的引导下 南希整个人都活力四射 甚至找到了年轻时的热情 她自认为和李奥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所以在未经李奥允许的情况下 便私自调查了她的真实身份 在第三次约会时 她还兴奋地表示 想要以朋友的方式和李奥相处 并且还叫出了她原来的名字 可当李奥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暴露时 瞬间奴不可遏 直言南希侵犯了她的隐私 因为李奥这个人物 只是她努力打造出来的一个假象而已 她近乎完美 无可挑剔 可一旦有人将这层外衣爆掉 她的丑相将一览无遗 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她一点都不优秀 活得也是一地鸡毛 曾经劣迹斑斑 母亲也和她断绝了关系 所以 李奥十分害怕自己一真面目视人 对她来说 南希苦苦探寻的真相揭开的 只是她的一个成年伤疤而已 李奥希望南希就只是把她当作一方 只要对自己的服务满意就可以了 仅此而已 随后李奥收拾好着装 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独自留下南希一人棱在原地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 而为了缓和两人之间的关系 南希又真诚地向李奥发出了第四次邀请 只是这次她换了弟弟 约在了楼下的咖啡厅 她不确定李奥是否会来 在等待的过程中 还遇到了自己以前的学生 正在寒暄时 李奥也出现了 南希不知该如何向学生解释她的存在 李奥却及时解围说自己只是来买二手车的 便搪塞了过去 随后两人心平气和地坐下来 南希也向李奥发出了诚挚的道歉 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循规道具 从没有做过什么有趣的事 李奥的出现是她人生中唯一的冒险奇遇 也是她唯一的自由 是李奥拯救了她 此时南希不再担心衰老 也不再畏惧自己的欲望 她向李奥讲出了自己真实的名字 并且还勇敢地向学生介绍了李奥 包括她的职业和自己的关系 看着南希的改变 李奥选择原谅了她 并且第一次跟外人坦诚地说了自己的事情 能这样揭开伤疤 或许李奥是真正地放下了吧 之后 两人又最后一次来到了酒店里 完成了清单上所有的内容 这次 南希也真正地得到了释放 也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之后便跟李奥做了告别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约会 南希也终于找回了自信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她也不再为此感到羞耻 而是学会了欣赏 并且接纳了自己的不完美 今后她可以坦然面对一切 并且勇敢地活出自我